主席想要請教一下說現在這個禁止站台令好像讓柯文哲的觸角也伸不出去的 我想整個政黨之間 那我們總統是已經是競爭的一個態勢 那我們當然只有侯友宜 只有趙少康 可以來幫我們的所有的小級來輻選來站台 那我們如果在地方有民眾黨或者是國民黨的這些 一些彼此合作的關係的 那他們彼此這些地方民代或者是立委之間當然可以合作 主席現在會當起這個戰鬥來攻擊柯文哲嗎 還是說現在的策略要邊緣化他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了 當我們期待到最後一秒鐘 真心換不回任何的合作或者是任何的團結 那我們只有拼佔到底 所以我們現在國民黨已經大家都是同仇敵開 我們拼佔到底 我們拼佔到底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政黨輪替 就是要下架民進黨 就是不能讓賴清德當選 所以全黨一致的目標 我們就是要拼佔到底 我相信很多原來支持別的候選人的一些朋友 都會歸對大家共同往這個總目標來拼佔到底 所以我想問一下 因為郭文哲那天在軍越 不承認六點協議當場翻臉 但昨天登記的時候 他要說六點協議出第三點之外 其他都遵守 那他還說未來聯合政府一定要合作 而且還想幫我來個小軍站台 會不會覺得他在蹭來 政治不然 兩年而已 誠信誠信 這個六點 你可以說這一點不要 其他的你要 有這回事嗎 那國民黨打的是團隊作戰 昨天國民黨已經很清楚下金令狀 沒有模糊的空間 我們打團隊作戰紀律很重要 那是柯文哲要離開團隊的啊 所以國民黨在這一役 一定團結所有支持者 贏得最後的盛行 市長 你覺得民眾黨在耍人啊 因為從頭到尾 他們好像還是不順向 這過程 我相信全國的民眾看得非常清楚吧 那 國民黨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 可惜 真心泛道結晴 既然 國民黨 已經做到人自意盡了 所以國民黨 一定 面對 我們所有的 團隊的合作 全力的往前衝 剛剛想問一下 那個葉元智啊 今天把你的那個 把柯文哲的照片畫掉 他改請畫家把你的圖像畫上去 你怎麼看 因為他原來不知道嘛 他越南百會合嘛 所以他就用柯斌跟他的合照嘛 結果他聽說被罵死了 所以他趕快 連夜 連夜他就把柯P 那個相片塗掉了這樣 每個立委候選人有他自己的選擇嘛 我們尊重他啦 我們尊重 那有人問這是不是一個創意 原資是很高 很高拐啦 很多時候有很多創意 也沒錯啦 所以我覺得 這個蠻好笑的嘛 謝謝老師長 跟我們講 像現在總統 你確定藍白河鞋上破局 他們有什麼照片 你怎麼看 藍白河破局 當然我們的選戰會比較不好打 不過仗如果好打的話 就不需要戰士 我們都是勇敢的戰士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前進 積極輔選 爭取最後的勝利 那這樣子的話 之前說地方要藍白河 這樣子還是會持續進行 是這樣子 在立法委員的部分 如果那個選區 有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的話 那我們還是就是 以國民黨的候選人 幫助國民黨候選人為主 主要就是幫助國民黨候選人 但是如果那個選區 沒有國民黨的候選人 譬如說台中市像蔡碧如的選區的話 那因為沒有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基於不要讓民進黨 在立法院一黨獨大 為所欲為 所以我們會協助蔡碧如 那會協助我們 其他非綠的這些好朋友 所以如果那個選區 有國民黨的候選人 就是唯一支持 服選國民黨的候選人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會擇優協助 那最主要就是不希望 民進黨為所欲為 那這個一黨獨大 不是國家人民之福 基本上就是說大家也知道 我其實從事媒體工作很久 那我對於當官其實真的興趣不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 馬英九總統曾經邀請我擔任行政院副院長 但是我婉拒 他一天打了六次電話給我 金普仲還約我見面 反正就是他們很熱心了 但是我還是婉拒 所以我不是那麼熱心說要當個官是不是 要當官的機會很多了 但是我都拒絕了 我覺得從事媒體很好 我也很喜歡 從事這麼久了 但是因為現在情況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是 臨危受命救亡屠存 我覺得國家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兩岸面臨這樣的情況 我們的下一代面臨這樣的情況 真的是要救台灣 出來就是救台灣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覺得可以把其他都放下來 所以剛剛有朋友問我說 將來我的節目怎麼辦 節目通通停了 今天TV就停了 廣播是因為 預錄了一些訪問的 書啦 主要是書 我覺得訪問人家不播也不好 可能下禮拜會把它播掉這樣 那就其他節目通通停掉 但我很高興去接受專訪 我是做來賓 現在已經一大堆媒體來要邀訪了 這我覺得蠻願意去的 我就盡量跟大家溝通 大概是這樣 媒體部分就是我不會主持任何節目 不會持中國董事長 中國董事長不必持的 我們一切都按照選霸法 當選以後就會持了 就是說你正式去就任黨職或公職你需要持 但是我現在只是候選人 所以我不會持中國董事長 但是不會主持中國的節目 其實薩芳兄也不需要人推薦 我跟薩芳兄本來就非常的熟悉 而且我才看他的正面節目 很多的論述有憑有據 而且他既惡無所 對國家意識的觀念非常的清楚 做人乾脆明瞭神信 有往直前 這是我最近給他的 其實我那時候第一想說 找薩芳兄他會被答應 我想不太可能吧 他每天那麼晚 而且他離開自主間這麼久 家裡也反對這麼久 怎麼可能 其實我是姑且一心 所以薩芳兄其實他是很猶豫的 所以我要在這裡特別報告 這一次其實是我自己找薩芳兄的 沒有任何人推薦 是我自己 所以沒有幾個人知道 這一兩天 他才下了一個情形 所以我特別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尤其我特別在這裡強調 未來我們當選以後 我們照副總統 絕對不是一個 所謂的對位演手 他一定是 在副總統的權責底下 更重要的 在很多他的專業 不管外交 兩岸 國法 甚至包括很多的內政相關的議題 他一定會查你 也有很多的保護意見 讓我們國家 在很多的主項上 我們兩個並肩作戰 能夠穩定的 讓台灣這塊土地 能夠平安 人民可以過一個好日子 所以我特別在這裡 謝謝薩芳 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迎回中華民國 因為台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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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